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那天有不少玩家問我說 現在的炸彈盒到底還能不能帶 希望可以出一部影片來介紹一下 紐特配炸彈盒有沒有料 那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炸彈盒的改版 漂浮炸彈現在每製造一顆炸彈的血量消耗 由原本的12%調整為16% 製造時間由1.8秒調整為1.3秒 炸彈傷害提升25% 然後漂浮炸彈本身的血量降低16.7% 這個改動我個人認為是改強 雖然漂浮炸彈本身的體質變差 但炸彈補充的速度跟傷害的提升都非常有感 那介紹完改動之後,就來看看我現在的牌組吧 OK,那我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帶牌選擇 首先玻璃獸跟金炭只主要效果需要來綠牌跟試探對手用的 接下來煙火這張卡的防守能力相當的好 那面對大部分的迴響時都能起到不錯的效果 也是生物內戰中非常重要的一張卡 接下來是炸彈盒 炸彈盒這張卡可以提升生物的移動速度 加快進攻的節奏 那炸彈本身的傷害也很可觀 而且是範圍效果 如果只有命中一個單位 傷害還會額外增加50% 算是相當的強 接著2閃加這張卡一定要帶 改版之後他能非常有效的處理各種大型生物還有夥伴 雖然有被清掉的可能性 但這張卡完全可以取代掉咒咒虐跟清場法術 是你我會目前最重要的核心卡 然後黑貓跟綠仙就是兩隻非常強力的進攻生物 原本傷害性質就非常強了他們 這次來提升可施放的距離 讓他們的威脅性又再次提升 最後一張牌可以選擇蜘蛛蛋或是彩米鳥 彩米鳥是生物內戰最強的王牌 遇到很多生物牌組時我就建議帶上 反過來遇到很多法術流石 就可以跟我一樣帶上蜘蛛巢穴 那夥伴方面第一隻我會建議帶上刮啦 刮啦的血量很多 能幫我們吸收不少的砲斧 幫助我們建立起自己的生物症 那第二隻我會建議帶上榮恩 榮恩目前的清場效果還是非常的好 只要帶著就能給對手一定程度的壓力 最後一隻是麥教授 麥教授能給的爆發傷害真的非常可觀 而且現在連夥伴都可以變 整體帶的效益真的很高 那講解完牌組構成之後 我會放上幾場實戰影片的打法教學 來讓大家了解這部牌組到底要如何操作 希望大家都可以仔細看完 好,那我們第一場的對手就是紐特 算是個內戰的對決 那我這場帶的牌是蜘蛛巢穴 對,所以我們在面對內戰時要注意的點 就非常重要 像這場我們一開始直接打出蜘蛛巢穴 那因為大家現在很常會帶二閃壓的情況 所以你這樣放其實是很虧的 所以這隻蜘蛛巢穴大家在使用時要注意一下 然後 煙火盒的話 你在內戰 因為我們這部牌是沒有帶 彩蜘蛛的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 要把煙火 留著來解 彩蜘蛛或是二閃壓 因為他們這兩種生物雖然傷害很高 但是血量不多 那你的煙火就不要拿來前排防守 而是等到他的閃壓或是柴蜘蛛登場時 我們再留著來處理他 不然的話 單靠我們巫師本身要來打 柴蜘蛛或閃壓那花時間非常的久 所以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煙火要留著 來處理這種關鍵生物 對,然後內戰時能不能早點處理到對面的雷鳥也是一個重要關鍵 因為現在雷鳥上盾的時機非常的快 所以你只要沒有處理掉 那他的生物血量就會變得非常的厚 那我們在打的時候就是 像你看 像這個彩蜘蛛登場時 我才能考慮把煙火放出來 那接著生物有一定程度時 我們就可以下熔恩 那我們現在解熔恩其實不難 你就只要一個二閃壓 配合 或是兩個二閃壓 或是配合一個二閃壓的盾行駐就可以解掉 像剛才我就是看準熔恩要衝撞結尾 那我就把 呃 他的那個 熔恩用二閃壓帶到熔恩附近 就是結尾附近 然後直接這樣帶著 那 在內戰時能不能 呃 看誰處理掉的熔恩這一波其實是 呃 影響蠻大的 對 就是如果你這邊打不好 就是對面成功解掉你的 但你沒有解掉他的 或是顛倒過來 那這波就很有可能是變成一個逆轉戰鬥 所以大家在面對內戰時一定要 扣好解熔恩的手段 對 那我們在打的時候你就要變成是煙火耳 呃 除非像我剛才解成功的場優 我才把煙火耳放在前面來幫忙守 對 那不然的話你們其實煙火耳就不要亂下 那你場優做起來還是 因為你現在有煙火耳啊 或是二閃壓可以留著解那些空中生物石 的蜘蛛蛋就可以多放 那這時候蜘蛛蛋在打他的地面生物石效果也就相當好 那 簡單來說就是你打內戰時你要把蜘蛛拉得好 你就算呃 帶牌還是劣勢的 你就是要利用剩下的手段來 抗衡 像煙火就是我跟大家說的就是打內戰時很重要的一張牌 他可以幫我們防守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 大家就是要記住這個 就是應對啊 牌組的應對 這個你不要想太多 你也沒有什麼特別難的技巧 就是接貨辦 跟 呃 對方出什麼牌我們要什麼牌應對 不要隨便丟掉 那就會變得比較好打 然後 這樣的時候登場時 我們一定是要先值得把它解掉 然後有 他們有些用會帶人馬 或是雷鳥 這些生物石 你就要記得用 你的二閃壓 去處理 會比較好 那我們 就是打到後面 你就可以把優勢越拉越大 就是你不要亂丟牌的話 只要能照著對手的出牌 然後你去做應對 那通常就能拿下遊戲的勝利 好 那我們第二場的對手是 哈利 我們打哈利的時候 那個下牌一定很重要 就是你的 雛蛋 是非常 就是能不能贏下遊戲的關鍵 那我們開局的時候 是可以用賣一點血 不要讓自己的生物那麼快 被處理掉 然後接著就是 就是 要把你的這個 蜘蛛草絮養出來 但一開始的話 不會那麼順利 我們下 生物的話 就是他 咄咄使用完 我們再下 黑貓 然後爆爆 轟轟破用完 我們再下濾仙 就是不要讓他一次 就是能 處理掉我們的生物 這是最好的情況 就是盡量是 讓他把街上牌丟掉之後 我們再去下出 我們 該用的東西 他轟轟破是半尾的嘛 那我們就等他轟轟破完 就下濾仙 那多數石打貓很快 那我們就等他多數石完 就下貓 對 然後有一定生物石 他沒有辦法瞬間解掉石 就可以放 蜘蛛蛋 在我們自己家裡 那煙火盒的話 這場功能就沒有那麼強 只有他在他前面 就是他走到中場時 有靠近中場 然後煙火盒打到距離時 我們再放 不然是 一般情況 都不要去做 下煙火盒這個舉動 因為 只是增加一個 就是 被 撞球的機會而已 那我們 火盒的話 其實對面 打哈利的話 我覺得火盒就是 對面火盒嚇死 你就可以 跟著下 對 因為 他沒有什麼生物 那你龍恩 其實就只在做一個 捲一點點生物 然後做一個 劫力衝撞而已 所以並不要想太多 然後 很重要的是 前面有生物 他解不完死 你就可以考慮在他家放蜘蛛蛋 因為蜘蛛蛋的話 這樣我們一隻小隻被清掉死 他就可以很快的跑到對面的家 立刻再補充一隻 然後他要解的話 也要花蠻多的步數 因為這樣的話 他的空間被壓破了 他就會解得很辛苦 然後會花很多的步數 那我們現在雷鳥套的盾很快 所以他也必須要花時間來解雷鳥 所以 這樣打起來 他就會變得 你只要把節奏掌握好 這樣他就會變得很痛苦 然後像熔恩登場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 用2閃壓蹲行動去解就好了 那你只要照著節奏去打 那勝率通常就 可以維持住一定的 不錯的情況啦 好那我們這場對手是貝拉 那我們打貝拉的話 就是建議先防守 對你不要先主動進攻 因為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說 為什麼不要主動進攻 因為我們打防守 就是等對面壓生物過來之後 你可以讓他疊 這沒關係 因為 他 你打進攻的話 你等下就知道說你會慘 因為我們打進攻對不對 你生物壓過去 但他解完的時候 他多少還有一點生物嘛 那這時候 獅子人過來打誰 一定打你啊 因為你生物被他解光了 像我這邊 讓他先進攻 他疊很快也沒有錯 但 他的獅子人打的是誰 是我的小生物 所以這樣的話 就讓他一開始疊那麼快 然後打到我的傷害 但他的獅子人 不會碰到我 而且我有生物 可以繼續進攻他 所以這個 就是打飛 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先防守 再進攻 這會比較好打 沒有說一定 但 通常這樣的效果 對我我覺得都不錯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生物的 就是 比拼了啦 那我們再下這種 雷鳥啊 蜘蛛巢 都不要放太近 因為你放太近 如果他是剛好帶什麼 紅藥燒啊 或是什麼 爆爆炸那種東西 你一個下去 直接全部死光光 那會很痛苦 那 對上任何對手 都很重要 我們面對 他只要丟龍跟石 你這樣 這波解的跳不亮 跟你的勝率有 非常大的影響 對 因為 紐特的生物血 非常少 你只要一個解的不好 對不對 你絕對會被逆轉 幾乎啦 那你能守住 永遠這波石 沒有被他捲到太多 沒有被結尾撞到 那 都還有打的空間 所以打貝拉石 你就是 反打 然後 抓住 對手的紐特時機 那就可以有不錯的效果 OK 那最後一場對局是 傳統妙麗 他帶 多重定生獸 跟 煙火的 那我們在打的時候 對不對 其實就不用想太多 你要閃掉他的煙火 跟定生獸 這點先不要去考慮 因為 很難啦 真的是很難 那我們在打的時候 就是用生物的 不斷去壓 然後 你要離生物遠一點 對 不要讓他同時 就可以攻擊到你的生物 跟你的角色 那你只要站開一點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對 那 就是你也不用想要去躲 因為 他 打得好的話 他基本上是一定會命中 那就是要變成是 我們要把生物下對 像他只要躲入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用二三牙去把他逼出來 讓我們生物可以盡快的 攻擊他 然後你就不要站在生物附近 以免他就是直接這樣清場 那我們在打這個 流派史其實不用想太多 就是因為 他是必須要等伙伴登場 就像以他的配牌來說 定生咒 那他是要等伙伴登場 所以有時候會很卡爽 所以我們只要用生物來壓 你看 像他每波的傷害都很可觀 也是打一千多啊 但 他只能選擇 輕我們生物 跟攻擊我們角色二選一而已 所以這個大家不用想太多 就是你就是不斷去下生物 然後 不要 離自己的生物太近 就是要分開 那這樣的話 他打你很痛 但是你打他也很痛 那如果選擇清場 他就不能打你角色本體 他打你的角色本體 那他就不能清生物 那打起來是蠻痛苦的 所以大家在打的時候就是 不要離自己的生物太近 然後 招 當然能閃是最好啦 但不用去強求 就是 像 像這邊我就失誤啊 因為這隻蛋太放 放得太急 就是會變一起打到 那這就是蠻虧的 但他打你的傷害 我講真的 你沒有車其實 要躲掉 實在是 太不可能了啦 所以你就是在攻擊的時候 不要離自己的生物太近 一次被清掉 然後他攻擊你 他沒辦法清場 最後你就有機會拿下勝利 只有機會而已 最後來做個總結 不論是帶怪獸書還是炸彈盒 這樣你帶法都沒有問題 選擇等級高的就對了 那畢竟這個遊戲沒有大改版 也沒有出新卡 所以牌組能做的改動其實不大 最後有任何想法或是疑問的話 都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訂閱還有按讚 我是腿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囉 맞